好冰啊 这是我2020年最后一字远行 限于这一年全世界都基本被疫情封锁 我想去礼堂就该是当下最时髦的网红大卡点了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它 钉针 是这帅气的盐 是这纯真的盐 打动了不知多少人 这是一场四天三晚的旅程 第一天北京飞成都成都自驾落脚康定 第二天康定出发走318国岛 沿途经过折舵山 塔公寺落山时间到达终点站礼堂 第三天礼堂当地游玩 第四天返城 因为昨天我们飞成都大雾 所以我们飞机延估了四个小时 所以我们整个的行程都推舍了四个小时 昨天晚上六点 才从成都即将出发一路走了成云回线高速 还有亚康高速一直到了康定 今天一早出发我们走了318所道 这一路真的是非常的险 你就看这儿 这叫天鹏十八弯 这里的道路就是全是胳膊肘弯 而且是胜肠起的 非常大 最要命的是在很多的转角都会有冰 所以其实主办方也是出于为了我们的安全考虑吧 其实我们到这已经430多公里了 已经是七个多小时的车群了 还没有摸到车呢 哎呀也不知道这个乌轮车到底在这个高原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呀 女司机的交集你不懂 全程500多公里的行程 我们大多数时间都是坐在第二排的 舒服 全程都是我们的驾驶教练的驾驶 他日常的工作啊 他可是驾校的驾驶教练 据他说他已经交过一万五千多个学员了 所以我在后排 他非常的安心 都属性的放性 当然这一方面 另一方面也是得益于X90这个超大的后排空间 轴距6米850 其实现在摆轴距坐长的车 特别这么多 每个车都比着坐轴距嘛 那X90超习的地方就是 他不只是摆轴距坐长了 他摆车坐宽了 所以我和我同事两个人坐在后排中间 塞了他这么大的一个摄影包 而且他的地台也是平的 在这里放一些我们随身的行李啊 都会这样的方便 而且如果你要远行的话 肯定要带个车载冰箱的 而且这里还提供一个220V的电源 还有两个USB的充电口 还有后排的出风口 这个座椅呢也是可以调节的 你看 无论你想一本正经 还是想葛优唐 随你选择 而且他的后窗也非常巨大 还有硕大的天窗 所以这样的大好合战意义了 当然了你知道吧 人永远是这样的 当你得到基本的满足之后呢 你就想有更高的需求 比如说这边阳光这么强烈 我就想找个张链的拉上 就往内 我们到今天的第一站 折多山现在的海拔 已经是4340米了 其实我一直挺怂的这一天 已经觉得睡不好 就是特别担心自己高反 但现在从也听着整趴这 其实一路还好 就跟我在北京趴长城感觉一样 都喘了 我们今天驾驶台车是截图的X90 售价区间8万9千9到13万7千9 有5座6座和7座三种做一个排步 我们今天驾驶这个就是顶配13万7千9的 7座的 动力就是1.6T配7挡的双离和变速箱了 197马力 290牛米 我不再往下吸收了 大家都懂 这套系统多么的稳定 可靠 在高原上驾驶这套动力系统 我还真是第一次去体验 以前那种就是在平原地带就驾驶那种 小油门往上窜 那种感觉在这高原上就没有 因为我们在这海拔比较高 所以气压比较低 因为气压低 所以相对空气比较稀薄 所以说空气少 我们在驾驶台车的时候就需要脚狠一点 就是时间差一点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那种提速的感觉吧 我这个主驾驶座也是支持六箱电动条件 而且方向盘 十三万价格区间的方向盘 它竟然是支持四个方向条件 视线很好 尤其是它两个外侧后竟超大 巨大个 往前看呢 就是我们的双连屏的仪表和中控屏 显示效果不错啊 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呢 而且哈 这里放盘上这个触碰的按钮 都是一样的 李堂县 隶属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 位于四川省西部 开车十分钟左右就能横穿整个县城 虽然这里是一个位于草原中的县城 但平均海拔都在四千米以上 被称作世界高城 其实我昨天晚上来到李堂的时候 稍微点点的小小失望 为什么呢 因为满大街全都是现代建筑 酒店超市饭馆 我觉得完了 这就是被过度开发了 我以为这里没有太多的旅游景观 但今天来到这个古城 完全就是超过我的想象 在这里面你看这个房子 全都是这种原始的建筑方式 在建造的房子 然后在这个古城里面 全都是当地人 老人们带着小朋友们在阳光下野炊 小朋友们在这儿嬉戏玩耍 给开个堂 他就搞不重要 疯掉了 他就围着你 问你什么时候还能再来 可不可以在这儿等着他 就是太美好了 这是一个没有被过度开发的古城 这里没有烤串 没有各种各样的现在的网红书 全都没有 你来这里甚至连 连一个纪念品都没有的买 真的什么或什么都没有买到 但是这里有一点 一点不脱俗 你看这边是一个苍杨加厕的微型博物馆 对 然后想找丁针的话 他就会在这里出现 现在叫做丁针工作室 然后甚至在那边还会有现在咖啡厅 但是真的这里是没有被过度开发的 我觉得如果你喜欢旅游 喜欢那种当地的人 你就在这儿 你看 太值得一来了 最后是关于来礼堂又玩的小提示 最好不要冬天来 最佳游览时间是8月 来之前看好天气 尽量不要晚上赶路 注意防晒一定涂好防晒霜 至于高反这阵液而已了 太阵了不太好我就走反了 什么感觉 戴着罩 嗯 戴紧箍罩的感觉呗 如果实在难受请及时就医 如果还能坚持可以喝点可乐缓解 至于什么原理我也不懂 诶 我们是不是忘了说美食 还是要有信 没想到这牛长这么帅 这个肉就这么好吃 哎呀 原来长得帅 它很影响味道 所以为什么大家都店吃糖松肉呢 看这么来推断的话 糖松肉应该是很香的 牛莫忙的也好吃 牛莫忙的也好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